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像让美国头痛的国家恐怕不止伊朗一个 还有一个国家叫做土耳其 土耳其最近有非常多的动作 处处好像卡着美国或是冲着美国而来 我们来看看他给美国好几巴掌 第一个巴掌是什么 别再叫我火鸡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英文Turkey 每次都被人家笑说是火鸡 所以他们现在在联合国注册 说他们要叫这个土耳其文 刚刚这个几位来宾查了一下 叫做Turkey Turkey 好像在变成在上那个语文课 他说现在用这个英文来表达自己 已经太局限了 如果摆脱英文才是一个 全球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中东之眼的一个报道 那再来爱尔多安他也是宣布说 我不再见这个希腊领导人 之前他们已经是 希腊要办那个北约的老虎会的时候 他就已经愤怒退出 因为土耳其跟希腊这个旧恨 这个已经是这个代代相传 已经是非常长久的一个 不友善的两个国家 那他说现在这个希腊总理 他也不正派 我受够了 因为他其实希腊总理 有卡住他买这个F35的事情 那当时他也是非常生气 就是说你希腊在那边凑什么热闹 另外他也是卡住了这个芬兰跟瑞典 那他原本是讲说要我点头可以 那你就就是把那个战斗机给我卖过来 那现在他更是生气 他讲说我要取消一系列的北约军演 甚至美国你不卖我F35 就把钱给我还过来 那最新最新 他现在是不是要发起新的一波战争 他已经扬言说要对旭北 叙利亚的北部这边来动武了吗 他说要清除叙利亚的恐怖分子 还说就是我不会征求美国同意才来做 那华府这边是讲说 任何的进攻都会破坏局势稳定 那他也跟这一个普京通了电话 普京这边就是俄罗斯的外交部 也是劝他说要克制点 不要让这个叙利亚的局势快速恶化 因为很有可能有军事专家是分析说 一旦如果土耳其对叙利亚宣战的话 美国就更有理所当然的 把这个土耳其跟俄罗斯绑在一起 可能会上演三国杀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现在俄乌的调停人自己也开战了 因为其实土耳其一直站出来说 我要替这个俄乌 你们就可以到我这个地方来 我替你们来调停 或者说大家一起坐下来 在土耳其这边 寻求一个恶物的战事的一个结束 那爱尔多安他是讲说 现在不打算经过美国许可 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军事行动 他已经势在必做了 从4月18号开始 他们的这个抓索军事行动 他们其实已经跨境 在打击这些库德族 一直到5月21号 土耳其的无人机还入侵伊拉克 造成了5名库德族的死亡 所以现在土耳其的国防部在讲说 接下来他们要举行 爱琴海这边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军演 所以看起来土耳其好像自己 并没有打算要踩刹车 他说有37国的人会一起来军演 而他自己好像也蓄势待发 他说要针对叙利亚四个地区展开攻击 那当然大家不乐见说 这个中东的战事又再度升温 可是现在土耳其持续靠向中俄 也让美国非常的忌惮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土耳其 就爱尔多安跟普京的通话 他们除了讲到说 两国的贸易增长 其实也要确保 这黑海跟亚素海航运的一个安全 要来清除海域内的一个水雷 甚至粮食的出口 也要跟这个土耳其来合作 并且他说 因为这个其他国家都在反制 就是要制裁这个俄罗斯 那土耳其是从头到尾 都是拒绝这件事情的 他说我不要加入这相关的制裁 那他也可以获得俄罗斯 接下来出口化肥或是农产品 所以他跟俄罗斯也是走得挺近 那跟中国呢 因为接下来 马上这个金砖 金砖峰会 我们有讲到说 六月份六月底的时候 金砖峰会也要上演 现在看起来有几个国家 是成为候选国 像是阿根廷 伊朗跟印尼 他们都成为一个主要的候选国 而土耳其 他现在是不是倒向 因为他现在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欧盟 会不会直接倒向 因为他也据说提出了这个金砖国家的相关申请 也使得这个土耳其跟中俄绑得越来越近 那对于美国 他对于美国这种呼巴掌叫板的力道 也是越来越大声 我们先问一下梁德 土耳其早晚要认识到他不是欧洲人 他事实上是欧亚人 所以他干脆去金砖国家 事实上有这个概念 伊朗 阿富汗 亚美尼亚 这些都是欧亚人 土耳其就一直以为他是欧洲人 认识错自己 事实上他并没有被看成欧洲人 因为他是伊斯兰 他不是基督教 知道欧洲基本上就是 文明的基础就是基督教 那土耳其是这样 因为六月下旬要在马德里 开北约的峰会 所以土耳其不是出来叫板吗 说他不同意 不同意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 所以他就提了一堆条件不是吗 那显然是美国还 没有大意 当然是这样 不然他做了不多动作干嘛 显然就是不顺 有一些是美国 美国的问题 比如说你F35人家有参与研发 结果人家买了S400俄罗斯的 你就F35不给人家 你不给人家研发的钱要还给人家 是 美国这个恶霸就不还 所以他是有很多火大的地方 当然也觉得北约是偏袒希腊 这个在很多方面 包括爱琴海的岛屿冲突 也包括塞浦路斯 因为塞浦路斯 土耳其给人家占了北方 大概15%的土耳其役 他给人家宣布独立 当然没有人承认 本来要搞个公投 结果希腊抵制也没过 所以塞浦路斯也有争议 他认为北约都站在希腊那边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 马德里北约峰会之前 他声音越叫越大 他就表示说不要拉我 我要跑去俄罗斯中国那边 你不要拉我 就有点这个味道 你看你欧盟都不让我参加 金砖搞不好让我参加 对 那就让中俄又扩到 它欧亚联盟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 阿尔多安真的是个老狐狸 他很会玩地人政治的筹码 他现在就是要逼美国 做一些表态 库德族也是问题 因为库德族的分离主义的 激进派都在瑞典 美国事实上是结合库德族 去打叙利亚的 这大家都记得那段历史 事后美国人又不支持库德人 在这个在那个叙利亚那一带 画一个土壁让他独立 对 就没有实现诺言 那导致这个北叙利亚又跟土耳其 那边又窜在一起 那土耳其当然对叙利亚那边的库德族 因为库德族是中东 他是第三大族 那就是他很不幸 他人口总共有将近四千万 他可是始终没有办法变成国家 他就散在四个国家里面 那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 那要搞独立的也有不搞独立的 所以就很麻烦 那土耳其就认为他那个 他土耳其境内的库德族 即将跟叙利亚北部的库德族 要串联在一起 对 所以他就对那个地方就 当然他就非常的戒慎恐惧 那他真的会打吗 以前事实上我们知道是 俄罗斯永远都是站在叙利亚那边 所以土耳其的立场在这里 就有一定的举足轻重的味道 因为以前是美国 结合其他的联军在打叙利亚 所以这里有点乱 他现在就是把所有可以用的筹码 都用上 被我发现叙利亚也来一下 哪边都来一下 希腊也来一下 所有的筹码都扶上台面 那就秀给美国看 说你看我可以惹那么多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真的 现在到处都是土耳其的相关 怎么每一个地方好像土耳其都参商 连和谈也有他的事情 但他自己现在要发动战争 觉得土耳其因为他的地缘战略的位置 他最好的策略是 绝对不要完全的靠向任何一方 然后让美一方都要去争取他 他就可以扩大他的利益 然后他的战略的机遇 现在就是他的一个战略的机遇 因为美俄在对抗在乌克兰 然后中美也在对抗 中东开始美国的影响力开始在减弱 所以现在是他一个最好的战略机遇 不过他也很清楚 他不会完全靠在另一方 靠在另一方的话 你事实上就失去任何的筹码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做法就是 要去针对库德族 刚才两个讲了 可是为什么针对库德族 那是因为芬兰跟瑞典 同情库德工人党的部分的这些难民 接纳了许多难民之后 现在瑞典的国会议员都有六位 是库德族的后裔 那在过去其实2019年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 芬兰跟瑞典还军事的就是制裁 也就不出口任何跟军事相关的 到土耳其去 所以你要看很清楚 不是土耳其在挡着这个土耳 这个瑞典跟芬兰 芬兰过去跟土耳其关系并不好 而且又有一个关键的就是 库德族这个库德功能党 库德功能党被很多国家都被视为 包含欧联都被 这个北约都被视为恐怖组织 对不对 那你现在要一个包容恐怖组织的 两个国家加入到北约 他在我这边甚至可能要独立建国 那我怎么能够轻易的说yes 可是现在在美国跟各国的压力之下 在俄乌战争的考虑制裁俄罗斯 所以土耳其说你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出来 这个诚意又不够 我就不断的再去挑动 在叙利亚内部的库德民兵 因为库德民兵就在挑动 美俄两边了 所以现在美俄两边都有点紧张 你不要再轰炸 因为2016年之后到现在为止 土耳其大概轰炸了四次 最近一次是大概几个礼拜之前 那个是比较小规模的轰炸 所以如果造成了 叙利亚的不稳定的话 那就更糟糕了 因此他等于又绕了一圈回来 告诉美国 你还是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让我能够去同意 这两个国家进入北约 是 那真的有可能把这个土耳其 推向这个中俄阵营吗 真的有可能 现在还有一个声音说 搞不好他会被踢出北约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说 我觉得土耳其 他外交政策非常灵活 那基本上能秀善武 很多目前做的动作 就是代价而估 代价而估 所以我们可以看 包括像是对于希腊也是 因为希腊主要 为什么土耳其 这次那么激动 就是因为希腊总理去 五月中到美国访问 在国会里面 说我要卖F-35就算 他说你们不要卖F-16给土耳其 很糟糕 这是长期来的大问题 但对美国来讲 手亲手背都是肉 都是北约重要的成员 美国现在有可能 寄卖希腊F-35 土耳其说要改装 他目前的现有操作 200辆加F-16 也可能会帮忙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